好的,我们通过我们的春时老师对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分享 我们的春丽老师对我们大众精品的一个讲解 我想我们屏幕前的所有的家人此时此刻的内心 一定是非常的有感触的 就是这么好的一家公司,这么好的产品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呢 就是我能不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去实现我的梦想去收获我的成功呢 一定迫不及待的想知道,没有关系不要着急 因为我们已经邀请到我们卢美真老师来给大家分享我们的三页模式 欢迎卢美真老师 大家好 其实我跟美真老师也是第三次见面了 是的,三次了 对,我们算是老朋友,第一次是在烟台的会议 是的 第二次也是我们烟台的,就是我们的讲师培训 这是第三次 对,所以我们私下有很多的两天 然后也知道美真老师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行业已经沉淀了很多年的时间 而且她的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 那美真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您在经营爱多美之前的故事呢 好呀好呀 好,大家好 我是来自浙江温州的卢美真 2000年的时候呢 为了想让自己有一个美好的生活方式 实现财富的自由 还有说走就走的旅行 带着这样的梦想 我走进了这个行业 20年的时间我经营了三家公司 在这期间呢 我也收获了很不错的结果 也被以前的公司受邀去了 参加了十几个国家的旅游 所以呢我也很喜欢这个行业带给我的这种生活方式 但是每次看到因为产品的价格问题 让很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费源 不能持续的主动的消费 而且呢因为事业模式的原因 也导致了很多人不能获得成功 所以也很遗憾 在我身边的一起跟我一起合作的小伙伴们 他们也不能实现他们想要的结果 所以那个时候的我真的不知道 如何能够继续的更好的情形 那个时候我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的 美真老师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 就是你在之前的行业里面遇到了平静 是的是的 而且也感受到了行业的一些痛点 同时也感受到您内心的那一份挣扎 没错没错 那美真老师就是爱多美是哪一点吸引到的您的呢 哎呀说起爱多美 我出于爱多美呢是在2019年的8月份 那当时的我呢是在一个朋友 从遥远的珠海打了一通电话给我 但是我记忆很深刻 他从珠海的那头电话打过来之后呢 非常非常的兴奋 感受到那种兴奋的状态 然后他又发了很多的资料给我 他说你一定要好好了解一下这家公司 因为出于对他的信任呢 我把他发给我所有的资料 我很认真很认真看完 虽然说当时没有触摸到任何爱多美的产品 因为它离我很遥远 但是呢还是被爱多美的款款大众精品所吸引 爱多美的独特的企业文化 同时也是最让我喜欢的是爱多美的经营模式等等等等 所以让我了解完之后我就觉得爱多美不就是可以伴助我身边有很多普通的 他们有梦想 但是他们没有具备行业经验的这一类人群 他们只要获得自己的努力之后呢 一定可以在爱多美获得成功的 所以这也是我所期待的一直所追求等待的一个平台 对就是通过美真老师刚刚的分享 我觉得你真的就是直接是被我们的这个事业模式 对对我太需要了 去吸引到的 是的 我想我们就是屏幕前的很多家人可能也是被我们的商业模式去吸引到的 所以那才会安排你来做这个分享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贴心 其实我们都知道真的其实创业真的特别的困难 是没错 特别不容易 就是我们会投入很多的一些财力啊 物力啊 包括人力 是 那特别困难 但是最后不一定会收获成功 对吧 没错没错 是的 我一直都认为啊 就是选对一个平台真的非常的重要 是的 因为我们都经常说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 单打独斗已经有风险 对 同时呢抱团取暖才能迎天下 你说是不是 对对对 好 那我们今天同样的 不管选择任何的项目 选择任何经营一个品牌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 目前单下要选择的 要减少资金的投入 是的 然后呢要同时要减 降低我们创业的风险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项目 有没有系统的支持 有没有比如说物流啊 包括餐储啊 服务啊等等的这些支持 如果有这些的话 我们才能够做得更好 如果这些都不具备 我觉得目前来创业来说 都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对吧 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我们已经从工业革命走到了信息革命 对 我们都知道工业革命是谁拥有了工业 谁就拥有了财富 是的 而现在呢就谁拥有了最新的信息数据 对 流量 谁就能快人一步 谁就能拥有财富 你说是不是 对现在是我们信息化的时代吧 中专为王 是的 所以说现在呢网络的智能手机的普及把你我还有屏幕前的大家还有全世界的人和我链接在一起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处在什么 处在链条的末端有没有 对 就是 通过手机我们把世界链接起来的 但是我们却变成了最终的消费者 也就是终端 而不是中间环节 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很难获得利益的机会 只是一个单纯的付出者 如果说想要获得利益 是不是要有一定中间环节才可以 是的一定是 好所以说而这个中间环节我们被称为枢纽 那董事长讲了枢纽我才理解什么叫枢纽 那同时呢当时也看了很多董事长的视频之后 才真正理解了爱多美的枢纽这个概念 对在您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感受到其实我们都是属于就是末端 是 就是相当于我们在C端嘛 在给人家奉献我们的这个利润创造利润 是的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 大部分吧应该是 是的您刚刚提到一个词就是枢纽 是 那您能不能具体的就给大家诠释一下这个枢纽 就举一些例子来告诉大家这个枢纽是什么含义 好呀好呀 其实呢我们以前居住的最简单的来说 我们以前居住的小区 是不是有很多的米店 对对对 鞋店 还有副食品店等等 这样的装卖店对吧 对 但是他们采购入库之后呢 会再把食品销售给居民 对 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变成了枢纽了 好那同时呢 米店的老板 他要不要买米呢 要啊 肯定也要 那鞋店老板也需要买食品对不对 好所以呢 他们之间的相互会形成一种流通 好这样的话呢 他们就既是消费又是流通枢纽 对 就他们既是消费终端又是流通枢纽 对 其实千百年来走的就是这种模式 嗯 但是后来出现什么呢 出现了三超 那三超的出现呢导致了很多的零售店纷纷受到冲击 对 这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现状 那他们从原来是枢纽又是终端这样的一个身份 嗯 集体就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终端了 三超却变成了新的庞大的枢纽 嗯 所有的终端的之间都流到哪里 流到三超的这个枢纽当中了 好所以在三超当中我们经常还会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同一类的产品种类实在非常的多 我们就举个例子 一只牙膏 一只牙刷是不是有几千个品牌 对 就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很难做决定 对 往往又出现什么样子呢 就会购买了很多多余的产品 是的 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家里会有很多鞋子呀 包包呀 或者等等的服服品啊 是不是可能会自放在里面有用的 你有没有这个现象 对啊有啊 我也经常去看见喜欢的就会去买买买 买回来就放在那 有的甚至根本都没有使用 是是是 所以这个现象不仅仅是你 我相信屏幕前大家肯定跟我做的一样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好 这就是目前的这个之前的一个三超 那后来从三超走到的电商三超也就是目前的电商平台 我相信电商平台大家也不陌生 因为在中国来说是不是有三百家电商啊 是的 但是大家纷纷涌入电商平台之后呢 但是我们也知道啊 在这个电商平台当中也有几千家的这个不同平台的商品 那这些成为也会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吧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要在母电商平台创业的时候 如果要让消费者能够搜索到你的产品的位置 那他们要做什么呢 他们肯定要去买一些流量然后去做一些好评 哎呀没错 就是因为他们也需要付高额的这种费用给平台 才会有怎么样 会有流量 才会能够让消费者直接的搜索到你的位置 所以呢 不但见证压力大 经营压力也很大 这就是目前传统电商的现状 是这样一个节奏 所以那我们爱多美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其实爱多美自身就有自带电商精英的 早在两千年的时候 朴董自然就创办了一家电商公司呢 我也知道这个 你知道吗 对 然后好像倒闭了 对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呢 特别的创新特别的早 很多人都没有电脑 然后也什么叫购物车都不知道呢 对是的 所以当时董事长说 我当时没有遇到成长中的伯乐 否则的话呢 我就是阿里巴巴了 所以我们就感到 我有时候就感到很庆幸 如果成功了 也就没有现在的爱多美了 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 我想大家应该也有这种感觉 就是还好 还好伯乐没有出现 是的 是的 通过美真老师刚刚的分享 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个枢纽 是 对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我们终端 就是我们创造利润的 而我们的枢纽就是有利润的 没错没错 获利的这一方 对 对真的是 那爱多美的这个事业平台呢 就是它和其他的电商平台 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行啊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对 爱多美是一家 一家合华经营的日发品销售公司 对 然后通过网上订购的方式 爱多美最重要的一点 它是做的是自主的品牌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 对 那第二呢 我们跟消费者之间粘性很强 是的 我们之间有一种硬性的链接 因为当消费者今天购买爱多美的产品之后 如果说品质很好 价格又很低廉 用完之后它是不是会复购 肯定会啊 那我们跟消费者之间是不是很有粘性啊 对 所以这一点当中也是我们 在爱多美当中一个很棒的地方 好 那第三个呢 是爱多美是一家线上和线下 相结合的公司 但是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电商平台 都是很冷冰冰的 对 只有线上 但是没有很好的售后服务 实际上 体验感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对 没有体验感 但是爱多美呢 它是在全中国 为了能够服务到全国各地的会员 那从7月份开始到现在啊 已经有很多很多家的服务中心 是的 那服务中心呢 会为消费者还有会员 提供什么呢 体验产品 对 咨询服务 然后呢 提供售后服务 对 那这样的话呢 能够更完美的线上和线下相结合 对 我觉得也做 也都做到了 很好的互动的环节 这样的话 消费者就会很有粘性 也很有体验感 也有家的感觉 对 确实是这样的 对 好 那第四点我也觉得特别重要的是爱多美和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所有的经营者还有我们的工业商是共同成长共同发展 我们是合作的关系 对 对 对 这一点非常非常地重要 对 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那我们就是在刚刚聊到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刚刚您有提到一个爱多美是一个超链接的流通缩流 是的 那我们的超链接的流通缩流它是流通的是什么呢 就是又是传递的是什么能不能给大家分享分享 好呀 那其实我们爱多美传递的就是爱多美的成功的三大基石 那第一个呢就是爱多美的企业文化 我觉得一家公司要经营的长长久久 企业文化是最核心的战略 你认同吗 当然认同 确实是这样的 对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大众精品 通过GSGS战略在全世界可以寻找到低廉的产品 然后品质很优的产品 再由我们全世界近千万的会员 流通销售出去 对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成功系统 爱多美在全球每年会有数千厂的成功学院 然后呢在中国每周六有没有发现 越来越多呈现出越来越很精彩的这种线上的一日研讨会 比如说我们这样的 对对对 还有成功学院 包括2021年开始 全国各地的市场已经开启了线上一日研讨会 这样的话包括还有接下来可能疫情过后 还有线下的成功学院等等 对 好所以可以帮助到很多很普通的 有梦想的一些经营者和经销商拓展市场 是的 让他们通过爱多美强大的成功系统 获得爱多美的事业成功 我觉得这点对我们经验者来说是一个借力的地方你说呢 对确实这四个大点它和其他的电商平台就有着本质上的很多区别 是的 就是我们不再是单打独独了就像你说真的是抱团区 没错是的 我们普通的人都能够在这个地方获得成功 那我想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想要去了解一下 我们爱多美就是在中国它是怎么样运行的呢 好其实呢我们的爱多美首先它是一家合法的会员制日文品销售公司 然后我们销售的途径呢主要是网上订购的形式 所以呢我们是会员制自建电商平台 对目前中国有数百万的注册会员 如何给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是我们需要做到的 然后呢于是我们就会给就会找到一些有营业执照的主题自然人 或者法人进行合作也就是爱多美的经销商 像我们这样的 没错 那我们呢就委托大家委托这些经销商为这些会员提供服务 并且根据相关的标准支付服务报酬 所以在爱多美在中国是会员制自建电商平台加经销模式 有点绕但是很重要 对特别重要 对你和公司签约后呢公司会给大家的身份叫做经销商 我们每个人就是个体工商铺或者有限责任公司法人 是这样的概念 对这样的话大家心里面就特别踏实 是的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很光明正大的 没错没错 对阳光下的这种感觉 是的 那我们爱多美就是它的这种运营模式 在当下它有些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呢 能不能给大家分享 我觉得优势挺多的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爱多美是一个超链接流通枢纽 对 大家不但是终端也是枢纽 那同时呢我们不仅仅是一个付出者 同时也是从中会有一些获利 这是第一点 对 那第二个呢就是爱多美有优良的品质 有优良的大众精品的产品 更容易推广 然后顾客会很有粘性 对 从互购买非常的高 是的 好第三个呢大家都是有营业执照的合华事业者 才能够长长久久合华的经营 好第四呢 爱多美公司没有入门费 也没有代理费 也没有维持费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让很多人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考虑的时候就觉得 哎就可以注册一个会员体验产品就可能就这样注册了 就会特别的简单 所以我刚才描述的这四点是不是爱多美 影响母式当中一个非常优势的这四点 对 我想我其实当初的话也是被这些优势去所吸引 是 我想屏幕前有很多家人也是这四大优势吸引过来的 对 就是免费呀 然后就是体验呀 是 是这样的 真的特别的好 那我想还有一部分家人可能就是还不太了解 那如果我要经营爱多美事业 就是作为经营者 我们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职责 就甚至可以说是我们需要怎么做 对 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作为一个经营者 作为一个经销商 我们首先要恪守爱多美的企业文化 是的 宣传正善散略的经营理念 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服务 对 那同时呢 要反馈市场的声音给公司 然后呢 正确开展业务 最重要的一点是不断地要提升个人的能力 对 对 是这样的 那为了对经销商持续地努力 不断地进取精神 表示赞赏 相信的爱多美也为我们容易成为做了一个精神的鼓励 要不了解一下 我当然知道 但是 我想屏幕前有好多家人可能不太清楚 那介绍一下吧 对对对 爱多美目前设立了七个荣誉称位 分别是营销经理 高级营销经理 资深营销经理 最后的一个级别呢 是首席营销总监 我想问一下雪梅你的目标 最终目标是什么呀 当然是我们的首席呢 我们一起几个展嘛 相信我们两个人的目标都是一样的 我也相信 对 屏幕前很多的一些老师 很多的一些家人目标跟我们也是一样的 对 那除了精神上的鼓励以外呢 我觉得爱多美还有什么呢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大家一定最关注的 来我猜一下 不用猜 我想大家肯定都是在想 那除了精神的鼓励以外 肯定是收入了 跟讲究都是物资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说那他们肯定关注 就是成为经销商以后 收入怎么样 是的 刘老师继续吧 对 那其实呢 当然最关心的还是收入这个部分 那我们的经销商的收入分有两个部分啊 一个是市场推广服务费 那经销商进行市场推广和顾客的服务之后 所得的这种奖励 是不是很正常 对 也理所应当对吧 是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特别奖励 所谓的特别奖励呢 就好像你在一家公司上班 一年下来之后 年中之后 这家公司会不会给你一些奖励 大的红包吗 红包呀 或者一些大礼包啊 如果这些企业做的比较大 你的付出也做的比较多的时候 会还会给什么 会给一个车奖之类 对不对 特别特别好 同样呢在爱多美也是的 也会给一些杰出的 然后做的比较出色的一些经销商 那同时呢 他们也会 爱多美也会给他们一些补贴 市场的补贴呀 包括交通的工具补贴等等 好 所以呢 如果今天要讲到爱多美的这个细节的这种 这个过程呢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但在这里呢 可能就不过多的来细讲细聊了 对 是的 我想我们美政老师讲完了我们的这个三页模式 大家在此时此刻 内心应该已经自定出了一些目标 知道了我要通过爱多美收获什么 明白爱多美能不能实现我的梦想 我想我们在爱多美第一步呢 就是我们的自定我们的目标 然后就是经营我们的梦想 最后就是实现我们的梦想 像我们的梦想是相同的 有很多人跟我们是一样的相同的 是的我觉得美政老师从19年走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 那您一年多与爱多美相伴过来肯定有很多的一些收获 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收获呢 说起收获在爱多美当中最多的就是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虽然说这一年当中有碰过一些挑战 也有一些在需要付出的一些过程 也有点辛苦 但是爱多美给我们回馈的是 我觉得一直都在希望当中 在未来当中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美好 我也想最后呢也想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爱多美中国从7月10号开业 已经吸引了数百万的会员 我觉得爱多美就像一股清流 它清新脱属高贵大气 我觉得没有人会抗拒它的魅力 你觉得没办法拒绝 对所以说爱多美的大众精品战略 企业文化超链接的流通缩纽平台 结合了爱多美独特的 我刚才讲的商业模式 我觉得爱多美事业可以让我们体会到 经常我会讲到一句话叫做 不用重来90块 可以累积就是多真正这样的一个价值 是的 所以说我还想最后的再跟电视机 不我还是说电视机 这个我们屏幕前所有的大家 所有的家人们 天到这里视频前面的大家 您愿意免费注册成为爱多美的会员吗 您愿意持续使用爱多美的产品吗 愿意 您愿意 跟我们一起来经营爱多美这样的事业吗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是愿意的 是的 我也能感受到就是屏幕前的大家都是愿意的这种感觉 最后我们在2021年新的一年 我们一起盛专起航 一起实现爱多美的带给我们的均衡人生 好吗 好的 最后我们也祝福所有爱多美的家人 在新的一年里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同时也祝福大家在爱多美试验里 红红火火心下事成 那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美增老师吧 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好的老师们 上轻了 哇 辛苦了 大家都辛苦了 老师呢 我们也是给所有爱多美的家人 一起做一个新年服务吧 好呀 好呀 可以 邀请我们赶紧 那还有两位老师呢 对 我们来了 辛苦了 辛苦了 算好棒 谢谢 谢谢 好了老师 大家可以开始了 祝大家在2021年 六七重天 哇 祝大家牛运横通 哇 祝大家牛步千里 哇 祝大家牛年吉祥 哇 那我们要不要一起 就是一起来对大家说完一句 新春的祝福呀 好呀 一定一定要的 祝我们所有的家人们 新春快乐 哇 哈哈哈 哈哈哈